主料,北极虾头,250克,辅量,油,椒盐,花椒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北极虾留下的虾头,我用的北极虾,很干净里面还有很多虾子,如果是其他品种的虾洗净虾伤,控干水分,锅里倒入适量的油,烧至微热倒入虾头,小火慢慢熬,熬至油慢慢变红, 虾可变酥,此时虾已经变得很酥了,油也很红,把虾头捞出控油,碗里放几粒花椒,趁热倒入虾油,又预热烹出花椒香,放凉后沥去花椒里,放入干净的瓶子里,烹饪技巧,熬虾油一定是要小火,慢慢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